你任內就沒有港獨這個問題出現 現在就有這個問題出現 其實你覺得是甚麼趨使現在的人不敢想 我自己有些意見,但不能成熟 有些事是真的 你就是怎樣消滅都消滅不了 有些事是假的,是虛浮的 你不用做甚麼自動會消滅 好像兩千多年前 人們對著基督教的智掌 當時猶太教的一個長老說 你不用緊張,我們看到很多邪教出現 你不用理會,他自己就自動消滅 如果他是真理的時候 你按都按他不住,他自己會走出來 所以在這種態度看的時候 就要放懷一些看的問題 不過我只是覺得 現在的社會走去有些很極端的言論 但你不要小看香港人,你都看通的 不管你報紙有些特別吹噓某些言論 不管是吹噓某種的東西 特別專注,特別看負面的東西 香港人看清楚都不是這樣 要不然你不見到香港人 都覺得回來這地方最開心 是不是呢? 我們會讓你繼續說 你不要小看 我們會讓人把人把人家查出來 感谢观看